别人家苹果三年才挂果 为何红肉苹果三年就能达到母产三千五百斤 卡斯特地貌土层薄 种树连成活都很难 彭英是怎么种出优质猕猴桃的 科技院马上为您揭秘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在辽宁省的盖州市 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苹果品种 不仅这皮是红的 连肉都是红的 样子好看不说还能够早结果 灾后的第三年就能够挂上 满树的果 很多人是慕名而来 想看看到底能结多少果子 灾后第三年的幼树 就挂满了满树的果实 这吸引了众多同行过来参观 在普通的苹果里头没有 一般的苹果都是在四年五年还接过 还达到这个产量 以前没有见过 头一次见过 一般来说 三年生的果树能挂过 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最常见的品种富士 就算是矮化苗 四五年也就刚刚开始见过 这么小的树能结满树的果 让大家很惊讶 他们想找一棵正常挂果的 幼树侧产 看看到底能产多少斤 从现在咱们测产这个结果来看 现在这一项苹果是一棵树上的 第三年生的树 16.35公斤 32斤 32斤乘以110树树 应该是多少 3500斤吧 就是说第三年生 就能达到3500斤的产量 研究员徐英武 就是这片果园的主人 一亩第三千五百斤 已经接近了富士苹果 盛果期的产量 这在灾后第三年生的苹果树上 算得上是一个奇观 其他的三年生的幼树 好多都在长树的阶段 很多果农也在琢磨 树林这么小 就结这么多的果 会不会把果树累坏了 首先 这个品种本身就和普通苹果不大一样 结出的果实 从外表上来看 油亮油亮 颜色深红 猜一猜什么颜色 这种苹果叫红色之爱 是喜鹦鹉从瑞士引进来的新品种 世界范围内 以前也有过红肉苹果 但是大多都不能吃 红色之爱呢 这个品种是红肉苹果当中 用于现实的唯一的一个优良品种 红色之爱的营养也更为丰富 它的果肉这么红 就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花青素 是普通苹果的23倍 它的每100克果肉 花青素含量呢 是325毫克 一般的苹果呢 它那个花青素含量不足 100克果肉呢 不足20毫克 红色之爱里外全红 口感酸甜可口 还有着非常优良的栽培性状 它的品种本身就容易提前结果 还能够实现风产 苹果到底具不具备风产性 主要是看它是否容易形成花芽 它这个品种特性当中就有这个特性 形成花芽非常容易 就说一个非常长的这个长枝上 这么一个长枝上 除了在顶花芽之外 它成串的叶花芽 这种特性 是其他的苹果品种所不具备的 红色之爱这个品种 特别容易形成花芽 到了花期 就连主干上都会开出花 容易形成花芽 花量就大 多结果的可能性就大 这首先是品种本身的优势 不过要是没有配套的技术 仅仅靠花多 在三岁的小树上 要实现三千五百斤的产量 还是很难的 它愿意结果 它有这个特性啊 除此之外 我们用一个配套的种植技术 跟它的品种特性相结合了 才产生了这么一个理想的效果 虚鹦鹉把红色之爱 引种到辽宁以后 一直在摸索它的特性 它用了几招 合理调节营养分配 既满足树体长树的营养生长 又满足开花结果的生殖生长 实际上就是要控制营养生长 节省营养供给果实生长 就是调节这个 让营养生长弱一些 生殖生长旺一些 虚鹦鹉的第一招 就是拉枝 给树体整形 本来朝上长的枝条 都要把它们拉成下垂状 整形工作 主要任务是拉枝 就比如说 像这个枝 这是在去年 把它拉下来的 拉成 鸡角是90度 腰角和烧角 120到150度 植物的枝条朝上扎 就是为了抢阳光 这样更多是为了长树 而把它的枝条拉下来 就会缓和它的生长速度 从长树变成了长果 下垂了之后呢 它的顶端又是没有了 它的营养生长 这种仕头呢 减轻或者减缓 它枝条让叶片 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 基本上都供给这个枝条本身 用来形成花芽 提高花芽的质量 许英武让小树多结果的第二招 就是环割 环割的部位是在枝组上 枝组是指上面长有结果枝的大枝条 在这样的枝条上去割 具体怎么去割 可有着不少的说道 要环割的部位呢 是要环割的这个枝组 距中心干十厘米的地方 用咱们的环割 或者是咱们这个环割器材 在这个位置呢 顺向的同一个方向 这么割 用力的割 伸达木子部 不允许像拉剧一样 这么来活的拉 一定要用力的割 割完之后 就不允许再回头割 这一下割一圈 整整的一圈 就这样结束 之所以选用钢锯条 还不允许来回拉 正是因为 对于红色之爱 这个品种来说 环割的程度不能太深 光是这么割上一圈 怎么就能像拉之那样 同样起到促进 花芽分化的作用呢 拉条的一层 叫韧皮布 里面叫做木质布 韧皮布的功能 是把叶片通过光合作用 制造的糖分 向下运输 运输到主干和根系 而木质布的功能 是把根系吸收的水分和无基盐 其他一些营养物质 往上运输 最终 已运输到叶片和果实 环割的方式 就是把叶片光合作用 制造的养分 短时间内 全部截流到枝组上 而不是往树干和根系上流 从切断开始 到它愈合 这40天的时间里 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正是新烧 生长旺盛 光合作用非常强的时候 光合产物断 那么我不让你往下运输了 你就把这个光合产物 碳水化合物 保留在这个支组上 营养保留在支组上 就能够起到提高花芽质量的作用 不过对于支条黄割 可是有时间段的 只能在6月到7月上旬 如果晚了 会起到反作用 再晚了就不能做 黄割处理了 如果时间过晚 黄割口愈合的不好 冬天月冬会出现问题 会出现湿水呀 支条的抽条啊 这种后果 那是不好的 并不是所有的支组 都要进行黄割 要是都黄割了 所有营养就都保留在了支组上 树根和树体 就没有营养供应了 所以70%进行黄割 还要留30%的支组 让这30%的支组 制造的哑粪 往树干上回流 往根系上回流 这样呢 对树式才不能造成 严重的伤害 除了黄割之外 许音武这第三招 就是扭支 很多朝天掌的支条 都接不了果 按说在冬季修剪时 都应该修剪掉 可是许音武用上这招 就可以让这些没什么用的支条 也能挂上果 比如说像这种新梢 要把它扭了 扭完之后呢 要缓和它的生长势 让这个背上的直立枝 变成缓和的下垂枝 让它形成顶花芽 饱满的叶花芽 尤其是这个芽 要形成顶花芽 为明年 就是灾后的第三年 结果打下一个基础 要等到六月上旬 新烧长到十到十五厘米 半木制化的时候 再去扭烧 扭烧可是个技术活 不能够硬掰 在距肌部 五公分左右的地方 轻柔 慢慢的 让它变成下垂 再给它憋到下边来 让它变成下垂枝 扭烧的部位 一定注意 不能舌楼 要变成那种缓的弯 之后呢 紧紧地憋住 扭烧之后 养分和水分的运输不顺畅 减缓了新烧的生长速度 就会把无效枝 变成有效枝 让它变成下垂枝 结出下垂果 这个枝条呢 这是六月份 扭烧之后呢 扭烧之后 现在 它愈合之后 生长的情况 扭烧处 这个伤口已经愈合了 就是因为 这个伤口的愈合过程 才导致了 这段枝条 生长速度慢 它才能形成 饱满的顶花芽 和其他的叶花芽 许英武用拉枝 还割 扭枝 这些技术手段 使得红色枝爱苹果 灾后第三年 就能够达到 亩产3000斤以上 优良的品种 配套科学的栽培技术 就会产生 意想不到的结果 贵州的修文县 是典型的 喀斯特地貌 土层很薄 可是呢 有人就在这种 极薄的土地里 种出了高品质的 猕猴桃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到了秋季 贵州省修文县的 一个猕猴桃 种植基地里 技术人员和工人们 全都蹲在地上 用铁丝 再捅树干 这是为了 通知这个虫子 但凡看到 有虫眼的地方 就用铁丝伸进去捅 就会把虫子勾出来 铁丝勾出来的虫子 是蝙蝠鹅的幼虫 专门侵害猕猴桃树体 更让人头疼的是 这些蝙蝠鹅的幼虫 起初只是在树干的下部 打洞钻进去 进到树体以后 还可以沿着树干 逐渐往上走 不断地侵蝕树体 时间长了 蜜猴桃的树干 就被吃空 严重了树就会死掉 其实说起来 这种虫危害程度很重 但是防治并不难 那实际上在常规的 防治还是很好防治的 比如说一些内息性的药 还有些熏针的药 比如说敷在这里 它就上面熏针 它就死了 还有内息性的 它吃了这个汁 它也会死掉 但是因为我们是有机的 所以就不能采取这些药 这家基地 生产的是有机猕猴桃 不能用这些化学药剂来杀虫 所以灭虫就只能靠人工来解决 每一个工人 都随身携带一根铁丝 用来捉虫 毕竟是长一点嘛 因为有时候它会有折损 这个是都比较软的这种铁丝 我们就把它弄得像鱼钩一样的形状 就像钓鱼一样 然后我们通进去那个虫子 把它拉出来 就特别容易把它拉出来 彭英是这片基地的主人 也是土生土长的修文人 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心思 种猕猴桃 就是想把本地的好品种好 打造出品牌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它种的猕猴桃品种 叫贵肠 是贵肠当地的一个优良品种 从外观上看 贵肠和其他的猕猴桃相比 长相就很独特 是肠圆柱形的 果肉也是翠绿翠绿的 非常好看 在同属绿芯的猕猴桃中 贵肠猕猴桃的维生素C含量 也比较丰富 维生素C含量也比较丰富 维生素C含量也比较高 它我们测上来 大概在130-140左右 就是一毫克 每100克鲜果里面 还有这么高的猕猴桃 是谁的含量 所以还是挺高的 贵肠猕猴桃还特别的耐储存 常温下可以储存一个月 货假期10到15天 比其他猕猴桃更耐储 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我们吃起来就是一种甜酸味 因为这种酸稍微高一点 这种口感的层次就更加的丰富 所以它这种口感就是风味更浓郁 修文猕猴桃在2009年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因为就是当地品种 所以在修文种植 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土壤 都适合它生长 但是要想把它种好 就没那么容易了 除了捉虫全靠人工之外 彭英碰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 贵州的喀斯特地毛 本身土层就薄 贵州修文大多为山地 彭英三千亩的猕猴桃种植基地 不少的山地土层厚度 都达不到种植高品质猕猴桃的要求 这么薄的土层 别说是结出好果子 连把树种活了都很难 最后我们找到了贵州大学 贵州大学农学院 然后他们请了专门聘请他们的教授 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种 比较好的油脊肥快速改良土的 所以种植之前 第一件事就是改土 首先要铺上一层油饼作为底肥 后面就需要补充大量的有机质 三千多亩的栽培面积 这可是需要大量的有机质稳定供应 这么多的有机质从哪来呢 贵州大学的专家想了个招 就地取材 结合中朝要的这样一种厂 它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中 就有大量的药渣 这样我们就说这样一个大的农业 对接来这样一个工业 来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有机肥 集中稳定的这样一个肥源 贵州本身就有很多中草药资源 当地就有不少的中药茶 废弃的药渣就是非常好的有机质 铺完油饼之后 接下来就是木药渣了 药渣要铺上厚厚的一层 一般来说这种有机肥都需要提前发酵 因为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个有机肥发酵 它需要有专门的场地 需要有专门的场地 并且要有几种的肥料配合 并且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 要不停地去翻堆 就整个过程它比较复杂 也比较耗人工 可是这家猕猴桃基地用了一样法宝 省却了发酵的过程 不仅省了人工还节省了成本 发酵肥料一吨要一千元的成本 而这些有机肥不需要发酵的话 成本仅仅为两百元 那么它们到底用了什么秘密武器呢 这些蚯蚓就是生物工厂 它们可以把这些没有经过发酵处理的药渣 经过短时间 就变成有利于猕猴桃植株 快速吸收的有机肥 也就是说呢 就变成了蚯蚓在耕地 它在吃东西 它在快乐的生活的时候呢 它也给我们土壤呢 配肥了 药渣经过蚯蚓这么一转化 就变成了蚯蚓粪 蚯蚓粪可是上好的肥料 植株能够快速吸收 因为最下层有油饼 刚放上的蚯蚓 就会迅速往下钻 起到分解肥料和有机质 输松下层土壤的作用 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油饼 它有香味 非常的香 然后它铺在最下面的以后呢 我们这个有机的上去 然后呢 蚯蚓在上去的时候 就蚯蚓呢 就引有蚯蚓呢 向下钻 钻去吃油饼 同时来再往地里走 最下层的这些油饼 不光是吸引蚯蚓 还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增强地力 给蜜蚓桃充足的养分 我们说油饼是在我们 自然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有机养分 尤其是氮素是最高的 同时呢 它的里边还有残存的一个油脂 明显的可以改善 它的果实的品质 和干物质的这样一个含量 经过改良土壤 除虫等措施 恒应使得不那么适合 种植的地方 不仅种上了猕猴桃 而且种出了高品质的 有机猕猴桃 贵州的进出口检验检验局 已经对我们的去年的果子 做了检测 完全符合这个出口标准 今年可能就会到 俄本市场看见我们的 比较远的果子 那现在我们同时也在申请 欧盟的有机认证 贵州修文的这家猕猴桃种植基地 选择了最适宜当地气候的 优良品种 通过就地取材 改良土壤 省工省力不说 还种出了优质猴桃 带领着当地的果农 致富奔小康 好了 如果你想要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连续方式获取 感谢您收看 由政大独家冠名的客气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他们在海底寻找什么 为什么他们找到了白海参 就像是找到了宝贝 他们怎样培育出了白海参新品种 虫子营养很丰富 田草高产味道好 冰空围养猪有两个窍门 让猪吃虫子吃田草 科技院下期讲述 长期盖 小景ń 优优独播剧场—— Clem